大家好,我是强强 今天聊一部冷门的恐怖纪录片,入戏 2006年,叶晶指导的一部与青春有关的日子 捧红了文章白百合,洪大伟,齐欢等著作明星 6年后,即将要开拍的号称青春电影版《记得少年》那首歌 进入了第一轮挑选演员的阶段 总导演叶晶,兼职冯小刚,艺术指导王硕 强大的阵容使得剧主刚一成立,便收到了无数演艺公司和演员们的简历 有的退掉手头档机,有的辞掉现实工作,无数人想来试试运气 作为剧组的HR,负责面试的演员副导演苍子,这些天可愁坏了 叶晶的脾气他最清楚,那些谁是谁的爸爸,谁是谁快跑之类的明星 肯定是一个都不会用的 叶晶最烦将这些捞钱美名曰政治正确的下散烂 当婊子还不妄力排放 可那些演技好的,上了岁数的演员,又很难和青春题材的剧本对上号 除了这两类之外的,大多脑袋也不怎么灵光 如此沃塞的演员们,自然就需要跟沃塞的导演来糟蹋了 面试时,叶晶提出的问题角度十分刁钻 比方说,可不可以接受像烫尾那个尺度的裸系 可不可以现场打个飞机 他认为,这种突然跳跃的问题会将演员们提前设定好的思维打乱 接下来很容易就可以看出来,他到底有没有自己需要的那种情怀 谈到情怀,叶晶有些感慨 自己这代人怀念的不是那个时代的政治环境和气候 而是小时候的那些人,那些纯净的,有理想的人 称他们为具有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情怀的人也好 红色革命熏陶下具有暴力倾向和人性有趣的人也罢 不管哪个,都是只有那个年代才会有 现在的人除了欲望还是欲望 整天除了钱就没别的了,不提也罢 似乎是回应夜镜的想法 面对能否接受裸系的问题时 女演员们在短暂的犹豫纷纷表示 只要导演需要,自己可以付出一切 夜镜开心地笑了 看吧,现在的演员就是牲口 拿鞭子往哪儿抽,他们就往哪儿走 这些货色应该归道具馆 当被询问到写剧本的初衷时 夜镜表示 自己发现如今国内的暴力倾向 比文革有过质而无不及 国家法治不健全 弊端显漏无疑 人性也更加丑陋不古 他想通过写实的方式 反思阶级斗争的暴力来反思文革 试图慢慢地化解老一代的怨恨 减少新一代传承下来的戾气 从而慢慢地改善社会风气 很快夜镜便发现 古岭街少年杀人事件风格的本子 根本通不过审核 不能写实话 只能美好话诗意话 看着当年的那些记录影像 他意味深长地表示 自己这代人的确可悲 被洗脑洗了一辈子 但同时又是幸运的 因为现在掌控国家的 正是自己这代人 到底谁给谁打工 再说了 一个人能把十亿人洗成那样 难道这十亿人都是傻逼吗 在夜镜的观念中 那个年代是最有骨气的年代 是最有摇滚精神的时代 是任何一个国家 都不敢轻视中国的时代 演员们连声复合 因为他们揣摩出一个道理 自己的表现越接近文革 越能走进夜镜导演的内心 随后 大家积极地念起了红宝书 唱起了革命歌曲 排练起了样板戏 毛主席万寿无疆 林副主席永远健康的口号 回荡在房间内 久久不息 模仿的在相 也能从这些智能的面孔中 找出人为的痕迹 毕竟他们没有亲身经历过 夜镜决定将这十三个 选出来的演员 送到电影彩景地 四川一处废弃军工厂 进行为期三个月的全封闭 完全还原文革式体验生活 为了文革生活 能体验得更加真实 夜镜制定了一系列剧组条例 比方说 期间不允许请假 并上交电子产品等 尽管听起来有些苛刻 但没有一个人推出 演员们争先恐后地 上交着电话电脑 甚至晚一点会被大家埋怨 他们都沉浸在 自己的明星梦中 蜂蜜市的场地 完全还原六十年代的 住宿环境 让众人有些不太适应 第一个晚上 大家就被动醒了好几回 渐渐地他们便发现 唱着革命歌曲 念着红宝书 夜晚竟然不冷了 三天后 大家已经习惯了 这种和谐的生活 没了电话 那就写信 当然 每封信开头都是那句 首先敬祝我们伟大领袖 和伟大导师毛主席 万寿无疆 很快 一个不和谐的声音便出现了 在讨论剧本时 王学敏发表了自己对于文革的见解 说到底 就是在大跃进 失败造成上千万人死亡后 毛泽东的独裁统治受到了威胁 他想要用文革来干掉 所有对他有威胁的人 气氛诡异地安静了下来 这是感觉自己文化过硬 还是感觉自己命硬 为了及时地纠正 王学敏的不正确言论 十三人组成的少年班 召开了第一次全体紧急会议 会议内容很简单 批评与自我批评 大家试图用无数个正能量 来掩盖更正的正能量 每个人都尽力将自己摘出来 因为这会连累到大家 夜道的戏不可能缺演员 每个人都有无数个备选 众人一番卖力的表演之后 演员副导演沧子 为王学敏事件顶了信 非对抗性的民族内部矛盾 不予追究 大家松了口气 他们又恢复了和谐的状态 一起吃饭 一起锻炼一起讨论剧本 七天后 夜精从北京前来视察 每个人都始终浑身歇数 努力地将自己这些天的改变 展示出来 夜精很高兴 短短的几天时间 大家的变化出乎他的意料 演员们眼中少了许多功力 多出了不少坚毅 但夜精走后 少年班召开了第二次紧急全体会议 这件事还要从他们刚到四川时说起 那天 江思源接到家里打来的电话 外公突然病倒了 家人担心熬不过去月底的巴士大寿 希望儿子如果有机会 回家见外公最后一面 今天中午 江思源追上正准备离开的夜精的车 将这一情况告诉了夜精 询问是否能准嫁几天 对于夜精来说 这也不是什么大事 不过这个突发事件 让他想到一个更好的处理办法 把情况告诉演员们 让他们先表个态内讧一下 就当做体验文革生活的一部分了 体验完了再放他回家也不晚 很显然 江思源的行为已经超出了这个 出了小问题自我诊断 出了大问题自我了断团体的容忍上限了 大家不想因为江思源的个人行为 使得夜道对整个少年班 有什么不好的看法 毕竟这一行竞争最激烈 是个人就可以干 随便找一个烂戏 都有几十人去争一个角色 这部戏是他们唯一出头的机会 不容任何人破坏 外公没了外婆可以再找 戏没了可就找不到了 演员们蜂拥而上 争着抢着对江思源的私心进行批斗 大家的理由很充分 要么是几个月前进组 从来没请过假 要么是辞掉八年的工作 前来孤注一掷 就连剧中有寄信戏的女演员 都哭着说自己不容易 在众人的观念中 家里有什么事 能比这个剧组更大 批斗会一直持续了四个小时 江思源默默地流着泪 一言不发 身边的这些人 突然变得有些陌生 他想不明白 这是为什么 慢慢地 事情正在起变化 暗中受到消息的夜静 决定顺水推舟 让众人真正体验一下文革生活 第二天 他将执行导演和剧组统筹 派到四川 把江思源请假事件 上升为江思源事件 深挖错误思想根源 鼓励检举一揭发 因为江思源晚上写的检查中 好巧不巧地将领袖 毛泽东的袖子写错了 要是放在文革 这就是现行反革命 二话不说 直接就杀了 为了给叶导演个交代 众人将导演制作好的高帽子 扣到了江思源头上 大家没有一丝愧疚 相反的 他们不同程度地认为 和谐社会救了江思源 文革中多少人死在别人手里 他还能站在这儿被骂被批斗 完全是祖坟冒了青烟 豆丝批修 在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下 欢快地进行着 打倒醉个滔天坏分子 江思源的口号 响彻整座楼 这一刻 他们都是毛主席的孩子 指导和统筹二人 看着站在剧组管理者角度 思考问题的耿一致 满意地笑了 江思源却哭了 他流下了真诚的泪水 不断地说着我错了 从这一刻起 他不想家了 不想外公了 集体变成了第一位 唯一一个从始至终 没有开口的柳明明 独自站在角落 不知在想什么 九个月后 电影开机了 在喜庆的开幕致辞中 江思源离开了 大家神情有些恍惚 他们已然分不清 现在是戏里还是戏外 好了 剧情聊完了 下面又到了瞎扯环节 今天只聊集体这个名词 弄懂了它 你就能理性地看待文革 或者任何一个和其类似的事情 首先声明的是 我无意针对任何人 或者任何集体 如果你对号入座了 那是你的问题 不是我的问题 无论如何美化或者丑化 集体这个中性词 都应该具备以下几点 目的性 自发性 有限性 周期性 平等性 目的性和自发性很好理解 集体的组成 应该有一个或者几个共同的目的 比方说 为了金钱自发的组织公司 为了信仰自发的组织宗教 集体应该具有有限性 既不能强制要求个体 在非共同目的领域之外产生交集 比方说 公司老板不能强制要求公司员工的教师配偶 为自己的儿子免费补课 在有限性的前提下 可以允许一个个体自发的成为不同集体中的一员 没有有限性 你拿个双重国籍 不得被人喷死啊 集体又自发的开始 便又自发的结束 它具有周期性 当组成集体的个人 目的达到了 或者发现完全达不到 那么这个个人就会离开 毕竟谁往低处流 人往高处走 等到最后一个人离开 集体自然也就解散了 之后如果出现新的目的性 那么它们会组织新的集体 合久必分 分久必合的世子便是如此一介 最后一点 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不同规模的集体 应该是完全平等的 不同的只是目的性 和组成个体数量上的差距 满足了这几点 集体就变成了一个很美好的东西 它可以取别人之常 补自己之端 通俗的说法 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人情关系 好了 今天就扯到这儿 我们下期见